行 这事咱放过去 我再问你 你现在在哪儿生活 在深圳 你在哪儿 我也在深圳 都在深圳 你们俩准备在深圳生活 是这意思吗 我的想法就是 我们两个初点前 在深圳买房 就是说起码有个保障 这想法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他是想现在 叫我结婚买房 我觉得 现在还不是那个年纪 我觉得应该再晚一些 所以对你来说 其实房不房得不重要 对吧 对 但是对你来说 房子很重要是吧 对 我想就是说 跟他尽快买房结婚 因为他江西 到时候我都已经26岁 我也耗不及了 到时候他回江西了 那我 那我岂不是 这几年都时间都白花了 就是买房结婚 对 所以今天你是来逼婚的 是这意思吗 也差不多 行 他见过你们家人吗 没有 我跟他认识一年半了 想叫他去见 可是他老是找借口不见 不是不见的 因为我觉得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觉得等好一些再见 可这样我都26岁 我家人也着急啊 我耗不起了 我真的一想到 要买房 要生小孩 真的我就头很疼 哎呀 这一对啊 你跟他在一起 平常开心吗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但这段时间我真的就很烦 总是一点小事情 又一直烦着我 可以从下午 讲到凌晨 天天就真的就会爆炸的那种 就烦他了呗 是这个意思吗 他烦我 你也烦他 你烦不烦他 我没有烦他 你没烦他 对 他烦你他要嫁给你 你不烦他 你却不想娶他 是什么意思呀 不是不想娶啊 我想晚几年吧 好 问女生啊 晚几年娶你行吗 是行 但是我要看有希望啊 我在身上 现在是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走啊 因为感觉他对我 之前对我挺好的 我没听到他对你好啊 你自己说他又 你在的时候 他之前就会经常哄我啊 我最不开心的时候 他会弄我开心啊 所以我也放不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闹的 就不太好了 半年吧 半年前是吧 对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他每天 都是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 一起聚会啊 喝酒等等 都 就半年前他的聚会开始增多 是这个意思吗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朋友 那些都是我在一起玩 他非常好的朋友啊 客户 只要我出去 他都是这样讲的 可是那些都是不顾正业的呀 而且你收入那么不稳定 每个月都为生活花仇 赚了一两万 每几天就花完了 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有赚有赔啊 什么叫有赚有赔啊 而且你到月底的时候 都要为信用卡 还债而筹 每天都要到我家里来吃饭吃 你们俩在一起 谁花谁的钱啊 他 她没 我花我自己的钱 他没钱的时候 老是到我家家乘饭吃 不够钱用了还要找我要 他找你要了多少钱啊 前前后后 我也没有去计较这么多 好 行 你还喜欢他吗 喜欢 我觉得现在不是结婚的时候 我好不行 我真的 如果你想结婚的话 晚两年 你等多两年行不行 两年可以 但是我要看到希望啊 怎么 他怎么做 你就看到希望了 姑娘你说 就是 就是说跟以前一样 推掉那些 不必要的聚会 你现在又嫌我真的少 又嫌我出去应酬多 那现在没办法 必须要出去啊 就想让你多点时间陪我呀 你都不能 除了陪你之外 还有什么条件 他花钱很大手脚 我就想 就是我帮他成为我们以后打算 不可能 因为我在外面有很多应酬 倒是用钱也不方便 我听明白了 就是女生说这样 男生说不可能 女生说那样 男生说不可能 女生说这样 男生说也不可能 最后女生说 你帮我劝劝他 让他娶了我吧 男生说不可能 然后男生说还两年 行不行 女生说那我要看你的成效 你要看什么呀 你还没看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吗